Hello,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桌面这款i7-7代的小主机 它本身只有一个网口 但是已经被商家定制为了三个网口 那么这三个网口都是千兆的网口 有很多网友都好奇 说你三个千兆网口是怎么拓展的 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个环节 我们拆机去解释 提到i7-7代小主主机 很多人都会吐槽 说你i7-7代小主机一定是价格不菲的 肯定是1800起步的 但是这次并非如此 因为这一次属于一个简陋的产品 它并非是7500U的一个正式版 行话里面可能叫7500U的一个ES不显版 有小伙伴不太明白什么是ES版本 大家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 这个CPU肯定是分为ES版QS版和正式版 正式发售的那一版肯定是扑获量最大的 但是像ESQS版肯定是没有那么多的 尤其是ES版本肯定是数量有限的 那么ES版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 最初的那个测试版 所以这个里面就肯定会分批次 等一下我们用CPU-Z这个软件来检测一下 看它布进到底是多少 顺便来测试一款这款小主机 作为路由器的一个性能表现 好了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这款小主机虽然是出现在咸鱼上面 但是它整机有一个一年的质保期 这个一年的质保期 我相信就会给很多人吃了一个顶心丸 毕竟是咸鱼上的产品 大家都会担心的质量问题 好拆机之后 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结构 这边是一个DDR4的 2400的内存 当然大小是多大都无所谓 我这边配备了一个4GB的 然后从上到下 这边是一个迷你PCIE的插槽 所以这边配备了一个迷你PCIE的 一个转接卡 直接转接成了千兆网口 然后这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散热风扇 那么散热风扇是超静音的 几乎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迷你的 ZETA接口 所以接了一个MZETA的硬盘 大小是64GB 因为等一下我要安装一个Windows 给大家展示一下鲁大师的跑分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是两个ZETA接口 这个ZETA数据接口 它的电源就在它的旁边 所以你需要接一个这种电源线 这种电源线厂家只附增了一根 如果你想拓展的话 还得需要自己再买一根 然后关键问题来了 那么这个网口 大家已经知道是怎么转接之后了 另外一个没错 就是比较短的 我给大家看个特写 先看一下它的外边 这个外边这边标示USB的位置 就是它转接出来的千兆网口 所以它应该是USB3.0转接出来的 而且几乎是毫无违和感的 大家可以看到 几乎是汉的主板上的 跟板载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是两个USB3.0的话 它的高度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USB3.0的高度应该这样的 所以理论上 其实如果说厂家愿意的话 还可以继续拓展 把这两也换成了千兆网口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的 像这种操作 只有厂家去给你定制 你才能够得到这种结果 如果你自己DIY的话 是很难焊接成这样的 CPU的长的什么样 我就给大家拆解了 等一下直接按上系统之后 看看鲁大师跑分 那么这边是一个64GB的固态硬盘 等一下我们把它安装一个Windows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M-SATA的硬盘 把它安装软路由的OpenWT 让我们开始 现在我已经把小主机安装到了 Windows10上面 然后我们简单看一下分数的情况 首先我们打开CPU-Z这个软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颗CPU 它的TDP是15瓦 跟i7的7500U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工艺是14纳米 然后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的型号是0000 是看不到具体型号的 然后这边标志了一个ES的版本 所以它是一个ES不显的版本 它的部阵是G0 然后这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况 然后再来看一下内存 我们接的是DDR4的内存 是一个单通道内存 继续看一下AIDA64显示的结果 跟它是一样的 这边显示部阵是G0的 然后这边也显示是15瓦的 好了 我们再利用其他的软件 打开这个娱乐大师看一下 昨天我跑出了 这个娱乐大师跑出来的分数 是86000分 这是一个综合的分数 我们直接看这个CPU就可以了 这边有一个处理器性能 这个31858 这个就是处理器的性能 当然了 这个只是鲁大师的一个跑分 然后我们再来点硬核的 那就是Sandybench的跑分 那个Sandybench 因为跑分实在是比较慢 所以我这边直接给一个测试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多核成绩是527PTS 然后单核成绩是284PTS 然后这边它有一个比较 单核的成绩就介于I7的4850HQ 和I5的38550这个CPU之间是284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多核 多核直接排到最下面 这个多核就是在I5的5300U的下面 它是527分 然后上面那一颗是541分 这个跑分也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你眼前看到这块硬盘 是已经被我提前刷好的一个OpenWT的硬盘 所以等一下我们直接换到软路由上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当你把软路由的硬盘安装好之后 你可以直接进入软路由的后台是192.168.5.1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目前刷的版本是Ether编译的一个版本 应该是6月1号编译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CPU的型号依然是没有显示 这边显示的0000 然后主频是2.6Ghz双核四线程 这边显示它的温度是34度 当然这个温度是浮动的 如果你盖上盖子的话 大概是40多度左右的样子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是内存 目前我装了一个4GB的内存 当然是没有用太大了 那么这个接口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个都是千兆的接口 目前我采用的是拨号模式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点击网络点击接口 这边可以显示的是 我采用的是拨号模式 当然了 如果你没有桥接模式的话 你可以直接使用DHCP的模式 这边当你刚进来的时候 可能LAN口需要设置一下 点击物理设置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桥接一下就可以了 好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测速 我们点击服务 点击SSR 然后设置一个机场的节点 现在就开始测速 好 我们先做一个内网的测速 我们打开路由器 进入它的SSH 进到里面之后 我们开启iProof这个程序 然后在客户端上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我们先试第一个网口 看一下它的内网速率对不对 好输入地址 这个地址就指向路由器的地址 OK 在这边已经跑出来数据了 大家可以看到内网速度是可以达标的 就是1000兆的 1000兆的网口 没问题 再换一个网口 我们再测一下 还是同样的命令 OK 这个口也是没问题的 说明两个口都是1000兆的网口 OK 这边都没有问题了 这么快 你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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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 我来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经过我前面的测试 我发现这款软路由它的性能还是非常的强大的 虽然说我们之前也测试了CNZ Bench R20的一个跑分 以及鲁大师一个跑分 但是这些跑分相对台式机可能还作用比较大 但是对于这种低功耗的软路由来讲 可能它这跑分不是那么直观 所以在后面我又测试一下油管的速度 大家看到油管速度应该能够感觉到 它的提速还是非常快的 其实它相对于G1900和3865U 可能最大的体现就在于 最后那18万到23万之间这个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可能它就冲上来了 并且它的提速也比较快 当然了这个跑分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而且我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G1900或者3865U的话 我觉得你是没有必要非得买这款软路由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为了装虚拟机 比如说PVE ESSI等一些虚拟的话 那么你入手i7的这个处理器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另外的话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一堆软路由的话 我也不建议你入因为大家消费要有止境 不是说你看到一个新款软路由出来 你就买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对你没有用的话 那也是电子垃圾 那么这款软路由的大家如果想团购的话 还可以联系我 我们再组织一个团购 只不过这个机器它是数量有限的 所以说尽量是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就买 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不要去故意去囤这些东西去倒卖你知道吧 因为在我这个群里面去买路由器的话 肯定要比原价要便宜的 这里要声明一点 其实我做这件事就完全福利全给大家了 并不是我赚什么提成费之类的 因为我对这个兴趣不是很大 不怕你消耗今天目标一样是 希望我油管的定义人数能够上去 这个才是我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所以赚钱放在第3位第4位 也希望你理解 OK 啰里啰嗦说这么多 希望你喜欢这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不好意思 我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测试这款是7500U测试版 就是ES版本 有很多人老铁就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它的稳定性不好 它的性能是不是没有正式版那么好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以后再单独出一支视频 我再找一个7500U正式版本的 给大家做一个测试的对比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了 把这次真的走了 好了 把这次真的走了 很接ton 我们下期视频